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然后再来希望我们个人工作都要有好的成绩或表现 然后我们的孩子不要再叛逆了 然后父母不要再闹了 好吗 我们都是希望 大概都是这样希望的 但是过了今年之后 万一我们所希望的好事都没有发生 怎么办呢 没关系 我们都会这样告诉自己 天总有不测的风云 人总有淡系的祸福 那胜败乃兵家常事 人生不如意 本来就十之八九嘛 我们就继续努力 然后明年呢 又开始许下这些新的希望 就一年一年的这样起起伏伏 这就是我们很习惯的 我们生活的一种常态 我们生活困难 有一种生活的常态 那我的问题是 在我们信主 当我们信主成为基督徒 有了一个神的儿女 这样新的身份之后 我们的生活常态会不会改变 能不能改变 我们现在就一起来想想 看这件事情 通常呢 我们信主都是因为 当然都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嘛 他拯救了我们 给了我们平安 给了我们喜乐 特别还会感受到 身旁的基督徒 都是一群充满着什么 爱心 耐心 基督徒都很温暖 而且他们呢 就像刚刚一样 他们都会唱很多 很好听的诗歌 触动我们的心 有的时候我们还会流眼泪 牧师讲道的时候呢 不一定会讲得很好 但是他通常会鼓励你 对吗 鼓励你 有的时候你还会听到一些笑话 听到一些好玩的笑话 主日结束之后 教会还有免费的轻食 通常也会有一些造就课程 跟运动课程 这样礼拜天就有大半天 听起来蛮愉快的行程 那好吧 那我们很高兴的都加入教会 就加入了教会 那我们就带着一个期待 我们希望在教会当中 过着又有音乐 互相的问安 彼此相爱 没有冲突 然后没有不愉快的 很喜乐的生活 更重要的是 当我们加入教会的时候呢 我们会因着神的大能 祂是垂听祷告的神 我们是不是都这样说的 神是垂听祷告的神 祂会给予我们 无止境的祝福 无止境的祝福 让我们教会大大的兴盛 我们个人的工作 一定是步步高升 我们银行的数字 就会屡创新高 而且不会有人 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 没有人会对我们不好 如果有人居然 胆敢反对我们 那他就是自找麻烦 因为我们会奉主的名 斥责他 退到后面去 因为我们是 全能神的儿女啊 不是吗 所以换句话说呢 我们信主之后 我们期待过一种 得胜有余 在地如在天的生活 所以我们 成为基督徒之后 参加教会以后 不知不觉 我们对于生活的 期待改变了 我们对于生活的 期待不一样了 我们认为 有主同在 我们就会 凡事顺利 我们就会 处处亨通 我很抱歉地 要教你们 一盆冰水 其实这是一种 非常 错误的 迷思 而这个迷思 是来自于 我们不了解 主的话 我们不明白 主的教导 所产生的一种 误解 所以因为 有了这种 迷思跟误解 很多弟兄姐妹 加入教会以后 他就 失望了 他就 抱怨了 所以他就 离开了 离开了 那你说 主耶稣到底是 怎么说的呢 他的教导 又是什么呢 主耶稣到底 告诉我们 参加教会 或是成为基督徒之后 我们的生活 常态 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 一 主耶稣在 马太福音 会告诉我们 这件事情 就是彼此 会得罪 是教会 很常见的状态 我再念一次 就说彼此 彼此就是 你跟我 你跟你左边的 你跟你右面 右边的 你跟你前面后面的 彼此 会得罪 是教会 很常见的 状态 状态就是什么 状态就是一个状态 OK 所以主耶稣的教导 就是彼此 会得罪 是教会 很常见的状态 我们来看一下 马太福音 十八章的 十五节到二十节 我们一起来念 我们同声来念 请 指出他的错来 他若听你 你就赢了你 弟兄 他若不听 你就另外带 一个或两个人 同去 因为任何指控 都要凭两个 或三个 证人的口述 才能成立 他若是不听 他们 就去告诉教会 若是不听教会 就把他看作 外邦人和税吏 我实在告诉你们 有两三个人 奉我的名 聚会 这就是主耶稣的教导 而且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教导 对我们的教会 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 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还记得吗 这一章十八章 一开始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 门徒问了耶稣一个问题 就是说 天国里谁是最大的 这章一开始的时候 门徒是来问耶稣 这个问题 结果耶稣就怎么样 逮到机会了 你们自己撞上来 趁机会教导门徒 教导了门徒 这一整章 有关天国的子民 在教会里的生活 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简单地讲 或者换句话讲 就是说 到底什么会影响门徒 活出天国的生活 活出我们所期待的那种 彼此相爱的关系 最大的拦阻或障碍 那在我们读了 这段圣经里面 耶稣告诉我们 会影响我们教会生活的是 教堂的建筑风格吗 还是聚会的人数多少吗 还是奉献的问题呢 还是因为神学立场的不同 或者是 你是时候点水里 还是进水里呢 都不是耶 耶稣在这里 没有提到这些事情 反而耶稣在这里 很明白地指出来 就是说是弟兄姐妹 互相得罪的事情 互相得罪的事情 也就是说 教会 罪恶 罪恶在教会里 仍然存在 这才是与他人们的事 这才是与他们的事 互相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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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此的得罪 造成不和 受伤甚至分裂 而教会 教会当局 却容让这样的状况存在 没有处理 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会造成很难弥补的损失 那各位弟兄姐妹 你们觉得 你们也认同我讲的吗 真的是这样吗 实际上在教会当中 弟兄姐妹当中 真的会彼此得罪吗 我们都是好人耶 我们不是每天见面都开开心心 笑咪咪的吗 我们都很好啊 我们真的会互相得罪吗 我自己曾经经历过一些例子 然后我会觉得无奇不有 所以我可以举几个小例子 供大家参考 有一次呢 有一个弟兄姐妹 就跑来跟我告状 因为我是师母嘛 他就说师母师母 很生气哦 他说我们教会 那个传道人 他看不起我 他不尊重我 我听了吓一跳 我怎么会呢 传道人欢迎弟兄姐妹 还来不及 他说不是 师母你不知道 那个传道人呢 我常常在教会里面 跟他迎面走过来 因为每个礼拜 都要参加教会嘛 所以我好几次 那个传道人跟我这样 迎面走过来 他眼睛看着我 然后走过来以后 就跟我擦身而过 对我视而不见 这样是不是很没有礼貌啊 如果你是那个弟兄姐妹 你会不会生气 他说师母真的是这样 对我视而不见 传道人怎么可以这样 看高不看低 看我是个小弟兄小姐妹 就藐视我 简直就是一个 不及格的传道人 气扑扑的 很生气 但是其实怎么样 其实真实的 真相是 他不知道这个传道人 是有点斜眼的 这是真的啦 所以其实那个传道人 没有看到他啦 但是他就 他就气得不得了 气得不行 就来跟我抱怨 那还有一次 还有一次 有一个姐妹 也是来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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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们要 很同情师母 你知道吗 因为所有的垃圾 都倒到我们身上 那这个姐妹来找我的时候 她是真的充满了委屈 她是几乎要来哭诉 她是来跟我哭诉 因为这个姐妹呢 的先生也是在我们教会 也是在教会聚会 那这个先生是一个医生 而且是一个名医 很大的医生 很不错的医生 很厉害的医生 那名医之外呢 又基督徒之外 这个先生又很热心 不是那个有耍大牌 有价值的这个医生 那所以这样的人 教会的弟兄姐妹 最喜欢麻烦她嘛 对吧 最喜欢麻烦她 那么他们的小组中 就有一个姐妹 她自己就是体落多病 身体很不好 常常生病 那她这个姐妹也 不吝啬地 就一直去麻烦这个医生 请她帮她挂号 请她问她这个 问她这个 就很多很多 那这个我们那个 医生的弟兄 也都是尽心竭力地 去帮忙 可是我们都知道啊 病来是如山倒 病去就如抽丝嘛 是不是 如抽丝 所以那这个 身体不好的这个姐妹呢 当然她生病 当然她心情也不好 可是她后来 她就怪这个医生 怪这个弟兄 就说 你讲的都不准 你告诉我的方法 都没有用 有没有来 就说你 你根本就 你讲都没有用 你这个 你告诉我的方法 都行不通 我还是一直不舒服 一直生病 一直生病 然后甚至她就去 抱怨她太太说 我告诉你 医生根本就是魔鬼 而且医生 还是个说谎的魔鬼 专门欺骗人 哇 专门欺骗人 而且还折磨人 哇 你们觉得 你们觉得 这个太太听得怎么样 被很委屈嘛 对不对 我先生帮你 又没有收钱 是不是 就尽心解力地帮你 做得老干人 又贴得老干人 对吧 所以她就 这个姐妹就被得罪得很严重 但是她就放在心里 就放在心里 那还有 我更常碰到的是 在当年网购不太流行的时代 我们教会弟兄姐妹 只要听到某人要出国呢 就很多弟兄姐妹就会说 那你可不可以 顺便帮我 带维他命 顺便帮我带洗发精 顺便帮我带包包 这种很多嘛 是吗 那弟兄姐妹 也不好意思拒绝嘛 对不对 这么小气 就顺便一下有什么不好 可是这些东西 常常会出问题 有一次我记得有个人 有个姐妹 拖另外一个姐妹 出国买一个名牌包包 什么都颜色什么 什么都讲得很好 但是买回来 尺寸不对 她要大的 她给她买一个 小的 那请问谁要付钱啊 所以彼此就怎样 不开心 不开心 那就不用再讲说 万一弟兄姐妹合伙做生意 赚钱的时候 大家都怎么样 感谢赞美主 归荣耀于神 对不对 那赔钱呢 就去 感谢赞美主 对不对 所以我们红商长老 一定没有跟人家合伙过 这些东西 最后我讲最后一个就好 最后一个 那个就让我哭笑不得 哭笑不得 有一次在一个拨饼聚会 那拨饼聚会 我们都非常的看重 拨饼聚会结束以后 就有一个弟兄姐妹 气冲冲地跑来告诉我 说师母我跟你讲 今天那个分饼杯的 那个某某人 假设夜光都好了 他故意不给我饼 也不给我杯 给我隔壁那个人就跳过我 就不给我 所以我今天没有领到饼杯 这不是小事 这根本不是小事 所以跟我讲的那个人 就气到 很生气 他就说我没有领到饼杯 那我就觉得 这件事情很严重 我就去问 我就去了解 原来那个人 那个分饼杯的光州 那天是他第一次 参与分饼杯的服饰 他太紧张了 所以会犯了这个严重的错误 可是也没有人要去讲 也没有人要去处理 就是这样 就这些 你想得到 你想不到的 稀奇古怪的 五花八门的 这些弟兄姐妹之间 产生的误解 冲突 得罪 多得不得了 多得不得了 那大部分的当事人都不处理 都不愿意处理 不愿意讲 只是把垃圾丢给我 他们不愿意讲 但是呢 也不能原谅 他们也不愿意讲 但是也不能原谅 所以就放在心里 一直放在心里 怀恨在心 受伤在心 或是按照上礼拜讲的 就把死老鼠放在里面 久久都不能散去 那最后大家都知道 结果是怪谁 结果怪谁 上帝 就说上帝怎样 没有公义 上帝不公平 所以就离开教会 不来聚会 很可惜 那你说为什么不处理呢 这么简单 为什么不处理呢 我们觉得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 都是很简单的事情 可是为什么弟兄姐妹不处理呢 就是我刚刚开头讲的 其实弟兄姐妹 包括我嘛 我也是弟兄姐妹嘛 我们对于教会和教会生活 我们有一种 不切实际的期望 因为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教导 就是说成为基督徒受洗完之后 我们立刻成为 就是一个圣徒 对吗 基督徒就是圣徒 圣徒就产生了一个 完美的圣人的人设 什么叫做完美的圣人的人设 就是你变成基督徒以后 你讲话要轻声细语 OK 我做不到对不起 然后呢 轻声细语没关系 你还要面带微笑 那你言行举止要温柔稳重 就是要有圣徒的体统 那这一群这样子的圣徒 在教会里面 所以教会里面一定是和乐的 没有瑕疵的 没有错误的地方 那么上帝会允许 或上帝让这件事情 发生在教会的每一件事情 一定都是美好的 因为神是荣耀的 一定是刚强的 有能力的 也就是说 我们所有的人 或是我们不知道哪里来的期望 期望我们的教会 展现出人生胜利主的光芒 对吧 上帝的荣耀 我们不是一直这样讲的吗 归荣耀给神 那神的荣耀是何等的大 所以 换一句话说 如果我们要在教会中提到 受伤了 软弱了 我们就会被说成 你怎么信心那么渺小啊 你怎么没有信心啊 怎么不仰望神啊 受伤跟软弱 常常被认定是信心渺小的一种表现 那如果提到失败跟不顺利呢 可能就有那个属灵的人会跟你说 你受到魔鬼的攻击了 你被搅扰了 甚至是 你是不是犯罪了 你没有认罪 不然上帝怎么会让你不顺利 那么从我们刚刚念的这段经文呢 我们真的就知道 这是错误的期待 这是错误的假设 在神的家中 在神的儿女之间 还是会 仍然会产生彼此得罪 互相冲突的状况 我这样有没有释放你啊 你有没有得罪别人啊 有 你有没有被别人得罪 正常 OK 你们家的小孩不吵架吗 健康的小孩都吵架对吗 我的孙女才一岁哦 快要两岁哦 也就是一岁多哦 他每天都跟他哥哥吵架 他讲话讲不清楚哦 但是他每天都跟他哥哥吵架哦 我昨天带他去打疫苗哦 他13.5公斤哦 88公分哦 很健康哦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如果你从来不得罪人 你也不被人得罪 你可能有毛病哦 健康的人 正常的人 其实我们会互相得罪的 所以第一 回到我们的第一就是 今天的重点就是 彼此会得罪 是教会很常见的常态 你不需要大惊小怪 你不需要觉得 这是一个不和神喜悦 不属灵 不讨神喜悦的状况 我想不但是在当年十二使徒之间 那甚至在我们今天的爱主的人 属灵的人里面 都会 都会有这种状况 因此 重点 不是 禁止 或是假装它不存在 我们的重点 不是禁止跟假装 它不存在 重点是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要不要处理 然后要怎么处理 处理的时候是 长老牧师说了算吗 因为他们在教会 位高权重嘛 是不是 还是奉献比较多的人 先表示意见呢 还是弱者 有的时候 弱者 是最强硬的 对吗 到底处理的原则是什么 处理的原则是什么 我今天来 我们从这段圣经 要很抱歉地告诉大家 不是我想的原则 也不是我们讨论出来的原则 我们只能按照圣经的原则 我们再来念一次 第十五节到十七节 十五节到十七节 我们念一次 十五节到十七节 请 若是你的弟兄得罪 你要去趁着 只有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指出他的错来 他若听你 你就赢得了你的弟兄 他若听 你就另外带一个 或两个人同去 因为任何指控 都要凭两个 或三个人的口述 才能成立 若是不听他们 就去告诉教会 若是不听教会 就把他当作外方人和随地 那亲爱的 ANS的现场的弟兄姐妹 你明白了吗 主耶稣这样说 主耶稣这么说的 他没有期待我们 主耶稣没有告诉我们 期待我们要成为一群 不会犯错的基督徒 他没有说 他没有对我们 没有这种期待 但是他的确对我们 有一种期待跟要求 这是一个命令 这是一个主耶稣 吩咐的话 主耶稣对我们的期待跟要求是 我们要成为一群 要勇于面对错误 并且悔改认罪的儿女 同意吗 主耶稣没有期待我们 要做一群不会犯错的人 主耶稣对你对我 没有这种期待 但他期待我们 做错事情以后 要去面对 做错事情以后 要去处理 按照他的规矩 按照他的规则 那主耶稣到底有多认真 看待这件事情呢 我们来念18到20节 18到20节 请 我是在告诉你们 凡你们在天上 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们在地上 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我又实在告诉你们 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 在地上同心合意 求什么事 我在天上得父 必为他们成全 因为哪里有两三个人 奉我的名聚会 那里就有我在他们 这个 这三节所讲的是 主耶稣在16章 宣告成立教会的时候 所给的教会一个 很厉害的权柄 厉害的权柄就是什么呢 地上所捆绑的 天上也捆绑 地上所释放的 天上也释放 这个权柄 耶稣刚刚把这个权柄 给教会 教会用在什么地方 怎么用这个权柄呢 是要用在处理 弟兄姐妹 互相得罪的事情 很清楚吗 对吧 这个权柄是用在处理 教会弟兄姐妹 互相得罪的事情 而且主耶稣还应许 还加码应许说 有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 天上的父就必垂听 那这个应许 这个应许 你要很注意听 这个应许也是为了什么 处理弟兄姐妹 互相得罪的事情 当弟兄姐妹为着这种事情 祈求的时候 主耶稣必须同在 而且会垂听 天父也同意这样的决定 因此啊 这样的权柄 这样的应许 绝对不是基督徒的特权 绝对不是基督徒 拿来满足自己 把自己的私欲 自己的要求 自己的缺乏 所有的事情 拿来祷告的时候 来用来威胁跟强迫上帝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啦 常常很多人说 祷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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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的事情祷告 主啊我们奉祢的名 祷告 祢答应我们 我们两三个人奉祢的名聚集 祢就在我们当中 祢就要成全 常常拿这句话来要挟上帝 对不起 我用这个字 来强迫上帝 你就说这是你说的 神这是你说的 强迫上帝一定要成全祂的祷告 强迫威胁上帝一定要满足祂的要求 好像基督徒就有一个特权 特权 但是 那不然的话 如果这是我们的特权 不然的话 我们现在就立刻两三个人一起祷告 那我们教会缺钱 我们教会缺钱 对吧 那我们就同心合业祷告 叫我们祷告主耶稣 不管我们 我们现在有多少钱 主啊我们同心合业祷告 求祢赐给我们 几十亿几百亿 你猜神会成就吗 神会成就吗 祂会受我们的胁迫吗 我们可以说 主啊按照马太福音十八章的这个十八到二十节 你说了哦 你是信实的神哦 你的话语永不改变坚定在天 主耶稣他会成就吗 神会害怕我们的指控吗 会屈服于我们的指控吗 不会 如果你说 哎呀这个是假设性的问题 你这样讲讲也不负责 没有办法证实是这样子的 那么我们来看过 我们来看看一个 实际发生的事情 主耶稣的时候 初代教会 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 初代教会 他们开始传福音 不久之后就遭受到 罗马帝国非常残酷的迫害 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基督徒热情的传福音 热心的传福音 那罗马帝国这个不准许 所以他们把很多的圣徒 那些圣徒就老是劝说不听 就把圣徒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小的 就丢到哪里 竞技场 去跟那个饥饿的野兽搏斗 然后所以呢 很多的基督徒 很多的圣徒 就被饥饿的狮子吞咬 惨死了 当时的使徒们跟弟兄姐妹 很多很多因此殉道嘛 如果你去罗马玩过 你有去看过地下坟藏 你大概都会知道 过去的这一段历史 那在那段时间 包括保罗跟十二使徒 他们都不得好死嘛 保罗是被砍头的 彼得是被盗钉十字架的 他们都死于非命 那各位弟兄姐妹 这些门徒 这些圣徒 这些使徒 何等重要啊 或者我们这样讲 对上帝何等重要啊 他们都是亲自 跟随过主耶稣的见证人 是亲自跟随过主耶稣的见证人 他们跟过主 看过主 等等的 尤其是保罗 保罗是最重要的 外邦人的使徒 我想他应该是最伟大 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宣教士 不但传福音到亚洲 也是把福音从亚洲 带到欧洲的那个宣教士 这么重要的基督徒 他们在遭受迫害的时候 你猜当时所有的门徒 信徒们 他们有没有 同心合意的迫切祷告 有没有 一定有吧 不只是同心合意迫切 而且是进食祷告 通宵祷告 对吗 因为被迫害了 那请问这些圣徒 这些基督徒的祷告 不合理吗 神不喜悦吗 神难道不希望他的 他所拣选的这些贵重的器皿 他所爱的这些儿女们 能够好好的活下来 安全的活下来 然后好好的传福音 神很喜欢他们去殉道吗 当然不会嘛 但是神有听他们的 同心合意迫切祷告吗 没有耶 没有耶 我刚刚不是讲了半天吗 当时太多人殉道了 这其中包括保罗 十二使徒 这会不会太奇怪 上帝会不会太奇怪啊 这个迫害 难道罗马帝国这么残酷 这么残忍 这么没有人道 这么邪恶的帝国 上帝不值得 或说上帝不能把它 瞬间消灭吗 当然可以啊 可是为什么上帝 让罗马帝国 继续存在了一千四五百年啊 罗马帝国继续存在了一千四五百年 才整个瓦解结束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基督徒 或是我们个人男门 心里会觉得说 哎呀 政府不好 老板不好 真的很糟糕 很邪恶 我就要祷告上帝 把他毁掉 可以试试看啊 所以当门徒 同心合意 迫切地祈祷 改变那个困难的 险恶的环境 然后祈求上帝 给他们一个 比较好的传福音的环境 上帝似乎都没有垂听 这样上帝都不垂听耶 那你说 你要祷告 我们要祷告 上帝让我更成功 更富有 更年轻 更美丽 然后用这个经文 要挟上帝 上帝会成就吗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其实这个应许 因为我们误会了 误会了 这个应许绝对不是指着 神会帮我们改变 外在的环境 让我们更顺利 更成功 而是这个应许 是针对弟兄姐妹 互相得罪的事情 因为只有罪恶 是上帝在乎的 罪会破坏 我们跟人的关系 罪会成为教会的破口 罪会成为教会的破口 使得撒旦有机可乘 破坏教会 罪恶会造成 我们跟神之间 永恒的隔绝 这是上帝 最不愿意 最不能忍受的事情 至于刚刚讲的不顺利 困难 患难 刀剑 甚至死亡 都不能叫我们 与神的爱隔绝 对吗 保罗在罗马书说的 这些都不能 不顺利 我们不喜欢的这些事情 都不能叫我们 与神的爱隔绝 只有罪 只有弟兄姐妹 彼此得罪这件事情 是严重的 是教会必须要处理的 好 所以当这件事情 我们已经知道了这样的事情之后 在这个过程当中 对我们个人的信心 会有什么影响吗 我们个人在这个当中 会学到什么样生命的功课呢 耶稣又讲了一个天国的比喻 在21节到35节 我们来看这个比喻 21到35节 我们请弟兄念一节 姐妹念一节 弟兄先请 大使又请得了 今前来的 耶稣说 主啊 我弟兄得罪我 我到较出他几次呢 到七次够吗 耶稣说 我告诉你 不是到七次 而是到七十个七次 那仆人就服服在他扣头说 宽容我吧 我都会还你的 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此心 把他释放了 并且免得他的战 那仆人出来 遇见一个欠他一百个银币的同伴 就揪着他 就揪着他 就揪住他的喉咒说 把你所欠的还我 他将其他人的仲仰咒说 然后下在尖里 到他还了所欠的债 于是主人叫了他来 对他说 你这个恶奴才 你让求我 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 你不应该怜悯你的同伴 向我怜悯你吗 主人就大怒 把他交给私行的 直到他还清了所欠的债 上一段我们讲到 教会必须处理弟兄互相得罪的事情 按照主耶稣的话来处理 但是那个牵涉外在的 所谓教会的惩戒的问题 那另外耶稣在这边讲的 被得罪的那个人 他的内心是不是原谅或饶恕 他应该有什么生命的成长 耶稣期待他有什么生命的成长呢 或者说如果这样外面发生这个事情以后 我们每个人心里应该怎么想 这是一个生命的问题 耶稣用一个比喻 就是我们刚刚念的这个比喻来说明 那从这个比喻当中 我们看到第二点 我们今天要讲的 从这个比喻当中我们看到 第二 真正的饶恕 是天国最伟大的权柄 真正的饶恕 是天国最伟大的权柄 我们会想象天国有很多权柄 对吧 很多很多权柄 可能我们更喜欢的是某一种权柄 我不知道 但是耶稣在这里用这个比喻告诉我们 真正的饶恕 才是天国最伟大的权柄 在23节到27节那边 23到27节 好 我念给你们听 因为天国好像 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 他开始算的时候 有人带了一个欠 一万他连得的仆人来 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 主人就下令 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 以及一切所有的都卖了来偿还 那仆人就服服向他叩头说 宽容我吧 我都会还你的 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 把他释放了 并且免了他的债 耶稣讲这个比喻的背景是 罗马帝国嘛 罗马帝国的时代 所以这个王呢 就是凯撒嘛 罗马的皇帝凯撒 那在这个比喻当中呢 罗马大帝国的主人 要来跟他的仆人清算 他开始算 一堆欠他钱的人 欠他的人都带来 他开始算的时候 追讨欠债的时候 请问他会从哪一个下手 如果你是凯撒皇帝 你会从欠的多的 还是欠的少的下手 对吧 所以那第一个被带来的 一定是欠最多的 第一个被带来一定是欠最多的 那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仆人呢 他到底欠了多少呢 二十四节前面 二十四节的时候 他带了一个 他开始算的时候 所以那第一个嘛 有人就带了一个人 这个仆人欠他一万他连德 那一万他连德是什么数字呢 我想大家都不知道 那我一万他连德 一万他连德嘛 这是一万他连德 那按照当时的币值通货 一个他连德 就一个他连德 是一个人二十年的工资 一个他连德 是一个人二十年的工资 所以一万他连德 就是多少年 二十万年 再讲一次哦 他不是现在一万他连德嘛 对不对 那一个他连德是二十年嘛 对不对 那一万他连德是多少年 二十万年 头晕了吧 这什么概念 什么概念啊 如果一个人 一个人一辈子 如果可以活一百年 所以这个仆人 就是欠了那个王 两千辈子的工资 对吧 就是两千辈子 做牛做马才还得起 意思就是什么 还不起啦 永远也还不起啦 你不要说一辈子也还不起 两千辈子也还不起 那到底 到底一个人怎么 这个仆人到底是怎么 欠往这么多钱啊 应该不是用借的吧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耶稣讲的这个天国的比喻 这个仆人 仆人我们就想要外劳 仆人我们就会想到 servant slave 这个仆人不是 不是这种的 不是普通的 一般的仆人 事实上只有一种可能性 他就是王 最喜欢的 最得力的 最能干的 最倚靠的 那个仆人 应该是那种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 等级的那种仆人 那一个 一个王这么看重的仆人 他怎么会欠下这种债呢 因为我们看到圣经 就会变笨 对不对 可是你想想看 你有没有看过宫斗剧 有没有 知道了吗 他不是跟王借钱 他一定是什么 利用权势 贪赃忘法 然后圈地 收受贿赂 把王的钱 全部收到自己的口袋里来 他一定是这样 这个动作 这个行为 除了 这当然是偷窃嘛 这当然是小偷嘛 其实 但是这个仆人 更大的罪 更大的罪是什么 是对王的背叛 因为王 这么信任他 王这么重用他 那他做这个事情 不是偷钱 偷钱是我们小老百姓 犯的罪 好不好 他犯的这个罪是 对王的背叛跟不忠 当时是凯撒 你敢偷皇帝的钱吗 这是很严重的叛国罪 这个是很严重的叛国罪 不只是欠债而已 所以当这个仆人 被带到王的面前的时候 他应该是死定了 不但他死定了 他会被抄家 而且他会被 株连 九卒 对吗 正常嘛 宫斗剧都是这样演的 历史上也是这样发生的 所以圣经上就说 我们看下面 他被带到25节 他被带到王面前的时候 圣经上说 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 这个不是说 这个仆人被带来的时候 已经很穷了 一无所有了 不是这个意思 刚好相反 刚好相反 表示他被带来的时候 他拥有再多 就算他再有钱 他也还不起啊 因为他欠那么多嘛 他就是把他自己 妻子儿女 房地产 股票 珠宝 什么都拿去卖 更何况那些东西 本来就是亡的 本来就是亡的 所以不是说他现在很穷 是说他 还不起 最重要的是 我刚刚讲过 最重要的是 他死定的原因是 他的背叛 是一个没有办法 被饶恕的罪 所以主耶稣在讲 这个比喻的时候 彼得来问他的时候 主耶稣在讲 这个比喻的时候 你知道 主耶稣在说谁了吗 主耶稣在说彼得啊 主耶稣在说的是彼得啊 主耶稣在说的是 他所爱的门徒啊 其实不只是 主耶稣不只是 在说彼得 主耶稣也是在说我 也是在说你 因为我们对神 对神 对主耶稣都有 这么大的亏欠 无法原谅 我们是神所贵重的仆人 重价买书回来的 但是我们却不断地犯罪 不断地做错事情 不断地背逆神 不讨神喜悦 不但亏缺神的荣耀 还亏空神的荣耀 那这就是一个 还不起的债 如果神要这样追逃 我们就是不能翻身的 好像旧约的那个大卫王 大卫王神把神拣选他 高模他 神把他从一个 卑微的 渺小的 小牧羊人 对吗 把他抬举 抬举他 让他变成成为 以色列的国王 何等贵重的器皿啊 但是 大卫是怎么回报神的 大卫悖逆嘛 他犯了 奸淫罪 犯了 杀人罪 他伤害了 乌利亚和他的妻子 他知道 可是我们来看看 神为什么 喜欢大卫 我们来看看诗篇 五十一 五十一篇 我们来念第三节跟第四 第三节跟第四节 请 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 我的罪藏在我面前 我向你犯罪 唯独得罪了你 在你眼前行了这恶 你是你得罪我的时候 显为公正 判断我的时候 显为轻正 大卫非常知道 就说对 他伤害了很多人 但是他真正伤害 真正欠的 真正亏欠 他还不起的是神 所以他说 我唯独得罪了你 唯独得罪你 而且大卫知道自己 还不起 所以他继续地祷告 恳求 我们看第九节跟十一节 我们同声来念 请 求你延边不看我的罪 抚摸我一切的罪念 不要丢弃我 使我离开你的面 不要从我收回你的身份 所以他只能 他只能 他不能跟神说 我做什么来还给你 他不能 他只能说 求你赦免我 饶恕我 求你不要计算我的罪 我的恶 就好像在今天这个 我们刚刚读了 马太福音十八章的这个仆人 他知道他做什么都没有用 所以他也一样跟大卫一样 俯伏地去叩头 求他的王说 宽容我吧 我都会还你 可以找到这个经节吗 宽容我吧 我都会还你 然后那个仆人 好 我们念二十六到二十七解经 那仆人 就如乎向他偷偷说 宽容我吧 我都会还你的 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 把他释放了 并且免得他的债 他就说宽容我吧 我都会还你的 那个仆人主人就动了慈心 把他释放了 并且免了他的债 因为他的卑微的恳求 主人就动了慈心 不但释放了他 二十七节说 释放了他 并且免了他的债 这个是一个很完全的释放 释放了他的意思是说 没有定他行事的罪 对吧 因为他是叛国罪啊 没有定了他行事的罪啊 没有留下任何犯罪前科记录 然后免了他的债 就是说什么 不用做民事的金钱赔偿 所以释放了他 免了他的债 也是一个完全的赦免 行事的责任 民事的责任通通都没有了 这好不好啊 而且在当时均无戏言 他一讲完这个话 立刻生效 那个仆人就 无债一身轻 当庭释放了 对吗 那个仆人就无债一身轻 当庭释放了 主人释放他 不是因为他还 提出了偿还的办法 主人释放他是因为 主人的权柄 主人决定以怜悯代替公义的审判 对吗 这个王 这个主人 他的权柄 他以怜悯代替公义的审判 就是神所说的 我要怜悯谁 就怜悯谁 我要恩待谁 就恩待谁 怜悯来胜过 审判的要求 审判的要求 这就是天国最伟大的权柄 真正的劳恕 真正的劳恕 完全的赦免 就是天国最伟大的权柄 所以我们 神一赦免我们 我们也是这样的 我们的罪在 罪在 罪在 全部立刻不见 我们在基督里 成为自由的人 对吗 无债一身轻了 你没有行事的 你没有民事的责任 你没有地上的 你没有天上的 请问世界上 有比这个 更大的权柄吗 谁能够在 一秒钟瞬间 瞬间 免除了我们欠他 两千辈子 二十万年的工资呢 请问 我们 作为一个人 作为一个受造物 我们还能得到 比这个更大的 怜悯跟恩典吗 请问 我们还需要羡慕 或者是精力 比这个更大的神迹吗 请问 除了这样 拥有这样权柄的组之外 我们还需要 依靠谁吗 问题会不会太多 你们来得及吗 我要不要再重头念一遍 请问世界上 有比这个更大的权柄吗 请问 我们还需要 得到更大的恩典吗 请问 我们还需要羡慕 更大的神迹吗 请问 你还能够找到比这个更厉害的主吗 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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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主耶稣不但赦免我们过去欠的 主耶稣还会赦免我们 现在欠的 主耶稣更会赦免我们 未来欠的 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啊 这就是天国 这就是真正的饶恕 这就是天国最伟大的权柄 那你我都得到了 所以最后我们就要来看 那得到这样权柄的人 得到这样饶恕的人 应该如何彼此对待呢 第三 彼此怎么样 要饶恕 是弟兄间最重要的关系 彼此要饶恕 要就是你要去做嘛 现在还没发生嘛 但是你要去饶恕别人 彼此要饶恕 好你现在可以赶快想想看 你得罪了谁谁 得罪了你 那你们彼此要饶恕 这是弟兄姐妹之间 最重要的关系 弟兄姐妹之间有很多关系 我们可以是什么 属灵同伴 我们可以是同工 我们可以是很 我们可以有很多关系 可是不要忘了 这是彼此要饶恕 是我们之间最重要的关系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十八章 二十一到二十二节 我们来念这两节 请 那时彼得今天还对耶稣说 主啊我弟兄得罪我 我大道祝他几次呢 道七次过吗 耶稣说我告诉你 不是道七次 而是道七次的七次 对你们听错 我们没有念错 彼得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 彼得说他弟兄得罪他 彼得一定不会无缘无故 问这个问题 对吗 他问这个问题 一定有个原因 一定有个目的 所以其实是他被得罪了 那你说彼得是大使徒 又这么属灵 怎么会被弟兄得罪呢 当然会啊 我们前面不是讲很多了吗 对不对 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 我们得罪别人 然后也会被别人得罪 而且有一个很吊诡的现象 这我自己归纳的 越属灵的人越容易被得罪 你们要小心 这个其实跟随耶稣的这十二个使徒啊 十二个使徒 很伟大 都殉道了 但是在那个三年之内 他们不是没有彼此意见不合 或冲突的事情 我们随便就可以想象到几个 比如说这个彼得 这个彼得 就是问耶稣的这个彼得 他生性很冲动 对不对 又喜欢出风头 你记得在那次风浪当中吗 他们传遇到风浪的时候 他就好好的 他就要要求耶稣说 我要到在水面上走 让我到你那里去 结果不仅害自己差点淹死 对吗 还要耶稣把他捞起来 然后呢 门徒是不是也延后了 在风浪中痛苦的时间 烦不烦人 你够不够啊 那彼得会不会得罪别人 其他十一个使徒 在船上是怎么想的 还有一次 在路加福音 第九章 就九章五十四到五十五节 他的门徒 雅各约翰 就耶稣的门徒啊 他们经过撒玛利亚 那撒玛利亚人 对他们不友善 那雅各约翰就说 主啊 你要我们吩咐火 从天上降下来 烧灭他们 像以利亚所做的吗 耶稣就转身责备 两个门徒说 你们的心如何 你们并不知道 那这雅各约翰也是一样啊 其他的门徒会不会觉得 你们两个很自以为是 还说以利亚 还提以利亚 是想显示自己旧约很熟吗 然后惹耶稣生气 那其他十个使徒怎么想 会不会觉得 真多事啊 尤其是马太福音二十章 二十章二十四节的时候 他这边有一个经文 他这样说 其余十个使徒听见了 就恼怒他们兄弟二人 很生气 那兄弟二人就是雅各约翰 那这个的背景是说 雅各约翰的妈妈 就去走后门嘛 跟耶稣说 主耶稣啊 拜托拜托 你那个升天 到复活升天 到天国的时候 可不可以我儿子 一个坐你左边 一个坐你右边 哇 那如果你是 那十个使徒就怎么样 生气 气什么 气自己动作太慢 对不对 怎么没想到呢 我怎么没想到 怎么让那个 雅各约翰的 抢了先机呢 所以这些紧张的状况 越来越台面化 是不是 十二个使徒 在这三年当中 彼此结下来的恩怨情仇 应该不少 对吧 所以彼得会问耶稣嘛 彼得会这样问说 主啊 我弟兄得罪我 我饶恕他七次可不可以 那这个彼得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因为按照他们当时的律法 就是 犹太人的律法规定 弟兄得罪你 饶恕三次 就可以了 第四次就不用饶恕 这是律法的规定 当时律法的规定 所以彼得就觉得自己怎么样 他说我来问我的老师 我比三次多一倍 又加一次 变得完全的七次 那我这样问耶稣 我能够一定得到耶稣的摸头 讨拍 对不对 耶稣一定说 棒 你最棒 难怪 没有什么 不枉费我让你当大使徒 所以是不是很讨厌 又来表现自己 结果耶稣 耶稣怎么回答他 耶稣说 我对你说 不是七次 到 是到七十个 七次 耶稣回答他说 不是七次 是到七十个七次 所以 各位弟兄姐妹 千万不要随便问 主耶稣问题 他的回答 他的回答 会让我们招架不住 招架不住 但是主耶稣的回答 是什么意思呢 主耶稣的意思 难道真的是 要我们饶恕弟兄姐妹 到四百九十次吗 对不对 我们九九惩罚都很会被啊 七十个七 四百九十次 所以到了四百九十一次 就不用饶恕了吗 我们来看一下 诗篇一百零三篇 我们来念一下这个经文 看看主耶稣什么意思 我们来念八到八十十一 请 这是神 这是神的形象 这是神的神性 主耶稣的意思说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应该在这些过程当中 越来越像神 越来越像神 不按照别人的罪孽 待他 没有按照别人的罪过 对待他们 所以饶恕七十个七次 是完全的饶恕的意思 完全的饶恕 绝对不是四百九十次 因为如果有一个人 他被得罪了 他能够一次一次的记录 一次一次的记下来 记到四百九十次 那就表示他一次也没有饶恕 对吧 我们不都这么说 forgive to forget 所以你每一次都记得 所以你没有饶恕他四百九十次 你是一次都没有饶恕 那如果我们不能饶恕弟兄姐妹 主耶稣会怎么对待我们呢 我们来回到刚刚的二十八节到三十五节 马太福音 刚刚那个天国比喻的 二十八节到三十五节 如果我们不饶恕我们的弟兄姐妹 主耶稣是怎么说的呢 好 我们要来念这段经文 请 他饿住他的喉咙说 同伴 同伴看见他所自 就很悲愤 把这一切的事都告诉了主人 于是主人叫了他来 对他说 你这恶奴才 你扬求我 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 你不应该怜悯你的同伴 向我怜悯你吗 主人就大怒 把他交给私行的 直到他还清了所欠的赞 你们个人 如果我们不能饶恕弟兄 主耶稣会怎么样 第二十八节说 那个仆人出来 他从哪里出来 从王的面前出来 刚刚被当庭释放出来 他一出来就遇见了 他的同伴 这个同伴呢 主人刚刚给这个 欠债的一个重新的机会 他就遇见他的同伴 欠他一百个银币 然后圣经说 他就揪着他 然后还扼住他的喉咙 说把你所欠的还我 我们来模拟一下这个动作 这个 他看到那个同伴 就揪着他 就是抓住他的衣服 那个意思就是说 被我逮到了吧 被我逮到了吧 然后呢 饿住他的喉咙 就是掐着他的脖子 对不对 抓着他的衣服 不可以跑 然后再来就掐着他的脖子 使他喘不过气来 想把他掐死 意思是什么 这个人有多么的生气 是不是 多么气他这个同伴 气什么呢 你欠我的钱没有还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对一个人生气到这个程度 抓着他的衣服 掐着他的脖子 我跟你们讲 我是一个脾气不好的人 但是我从来没有 我从来没有对 我没有气到 对一个谁 要抓着他的衣服 掐着他的脖子 把他掐死 对我先生也没有 赶快澄清 没有耶 所以问题是 问题是到底这个人 多对不起他呀 圣经上说 欠他一百个银币 OK 那一百个银币又是多少呢 一个银币就是一天的工资 所以一百个银币是多少 三个多月嘛 三个多月嘛 人家欠他三个多月的钱 所以他就气到头上冒烟 暴跳如雷 不愿意放过他嘛 然后这个欠钱的人 跟他一模一样 二十九节就 俯伏央求 不是跟他求王一样吗 就说宽容我吧 讲的话也一样啊 我会还清的 但是他不肯 完全 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 就把他下在监里 加上利息 直到还清了所欠的赞 所以这个仆人所做的就引起了公愤 你们听了没有很生气 听了没有很生气 对不对 所以同伴就 三十一节 同伴就把这一切的事情 同伴呢 看见他所做的事情很悲愤 很悲伤 很生气 就把这一切 这一切的事情 就是说 他怎么样抓住别人 他怎么样掐死别人 他怎么样 把人丢到监意里面 都告诉了王 所以王就 叫他来 就骂他说 你这个什么 恶奴才 恶奴才 你央求我 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 然后呢 你不应该怜悯你的同伴 向我怜悯你吗 所以主人大怒 就把他交给谁 私行的 所以不怜悯人的仆人 就引起主 主人的愤怒 主人有多生气 这个仆人已经是 我刚刚讲了 对主来讲 是一个很重要的仆人 他不是一般的仆人 但是他的这个作为 他的这个作法 他的行为 引起主人的生气 主人生气 把他交给私行的 这个很文言文啊 英文叫做 to be tortured 就是什么 to be tortured 他不是交给他去 慢慢还钱 是把他 交到他去受折磨 受酷刑 直到他还清所欠的债 那这个是文言文嘛 意思就是不用出来嘛 对吧 文不清嘛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这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蒙联名的主人 主人对他的 主人要求他的表现 主人希望他的 不是要他代罪立功 没有 不是要他将功赎罪 没有 主人要的是什么 主人要的只是 他也要同样的怜悯别人 这个王 这个贵重的仆人 这个贵重的仆人 这样背叛王 王赦免了他 王对他的期待 王对他的要求 没有别的 就是说你也要怜悯 你的同伴向我怜悯 怜悯你一样 可是他不愿意 他做不到 所以这真是太可恶了 这种人 这种恶奴才 自以为得到主人的饶恕了 可是最后 没有嘛 或者 我们应该这样讲 其实他从头就没有 从头就没有得到主人的饶恕 他应该 主人就把他交给掌形的 去折磨 直到 直到还清了他 他欠你的债 所以主耶稣说 你们 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 你们的弟兄 我天父也要这样带你们了 主耶稣 要我们 从心里饶恕弟兄 不要再把弟兄得罪我们的事情 放在心上 我们的心 是用来纪念上帝的恩典 我们的心 不是用来记录 别人对你的亏欠 有没有记下来 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是要用来纪念 上帝的恩典 不是用来记录 别人对你的亏欠 如果我们心里要一直记录 别人对我们的亏欠 那么很抱歉 耶稣说 上帝也饶不了我们 上帝也饶不了我们 对他的亏欠 我最后举一个例子 我们就结束了 今天怎么讲这么久 最后举个例子 就结束了 我们从 我们服侍神 一直服侍神 一直服侍神 很多年很多年 那大概在2007年的时候 突然有一天 我们就遭受到很多的指控 攻击跟指责 那种感觉就是 掐着你的脖子 指出我们有很多的错误 我们有很多的不对 我们有很多的不应该 然后要我们付出代价 没有商量的余地 不能原谅 虽然后来 他们所指控的事情 都被证明是一些 莫虚有 或是很荒谬的事情 没有一项会被证明出来 但是 我其实已经不太记得 这个东西了 但是在预备这篇讲道的时候 那些 我就回想起 那一条一条的指控 很清楚啊 他们拿了一个本子 他们拿了一个电脑 每个都记得很清楚 说某年 某月 某日 你在哪里 做了什么事 哪一天 又是什么场景 又是什么状况 每一桩 每一件都很清清楚楚的 记得很仔细 听起来就好像 现场直播一样 当我在准备这边讲道的时候 我就突然想起这件事 想起这件事 就让我觉得说 哦 原来 那些控诉我们的 是一直在计算着每一个次数 在等待着一个机会 所以他们表面上 看起来像是 被神所用 又很属灵的人 可是他们心里 却充满了 记录了许多对同工 跟同伴的 不饶恕跟论断 好像会非把我们掐死不可 那我回想起来 如果按照主耶稣 在这段圣经里面所说的 他们这样不能够放过 同工或同伴 他们也不能得到神的饶恕 就像这个比喻里面所说的 这个主人 还是记得他们的窥见 就把他们交给掌刑的 去还债 所以十多年过去以后 如今我看他们的结局呢 好像也是这样 有的人就很孤单 没有依靠 有的人就身败名裂 也让我觉得很感慨 但是我要讲的重点是 导过来看我自己 换个位置来看看 我也是被得罪的人 我也是被得罪的人 我无端端地遭受到一些 所谓属灵的逼迫 当时觉得很无助 或者是很恐慌 或者是很震惊 可是主耶稣提醒我 弟兄姐妹 弟兄会得罪 是教会常有的状态 主耶稣告诉我 我真正亏欠的 我真的欠最多的是主耶稣 他才是我最大的债主 既然他已经免了我 二十万年的债 我自由了 我已经自由了 我已经当庭释放了 在基督里就事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我应该从心里去 免去那个欠我三个月 工资的人 我就当给他小费吧 我不用他们还啦 那我成了不负债的人 我成了很自由的人 那我是不是再赚的就是多的 就越来越丰富 这十多年来 神不断地赐福我们 神给我们的赐福 不只是物质上的 让我们可以生活没有忧虑 我们的儿女都成家立业 我们的儿女 包括我们的媳妇 我们的女婿 都是为人 都是很品性端正 然后工作都很努力 而且 而且他们都自 自力更生 然后更重要的是 生养众多 我讲完这篇道之后 就要准备帮我女儿做月子 除了这些家里的事情以外 我们在参与的欧华神学院 也已经成立了15年嘛 那新任的院长不久之前 在我们教会举新的拆派礼 他也正式上任啊 那我们各地也成立了 18个尼西米的小组 新冠疫情的三年 其实我们两个 大概只有一年没有动吧 其实去年就全世界飞飞飞啊 到处飞 然后呢 神保守我们的身心灵啊 我都没有 我都没有验到快筛 当然我很多时候都不验 没有 没有验到阳性 我很多时候我都不验 可是我就这样 神保守我们的身心灵 很健康 然后2018年 我们又出来建立了ANS这个教会 我们这个教会好不好啊 好 那多好 对不对 然后对我来讲 是万万想不到的是 我这一辈子一直在逃避 站主日讲台 因为我觉得 逃避讲到要像逃避地狱的火 这是马丁路德说的 可是万万没想到 上帝就给我这样的服饰 我觉得重点是 这些事情 让我确定上帝免了我的债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其实主耶稣在马太福音 第六章就讲过了 第六章 主导文理 他就说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那因此 那因此饶恕不是只有我们跟人之间的问题 饶恕更是我们跟神的事情 是我们跟神之间的问题 当我们饶恕别人的时候啊 只证明 除了证明我们很宽宏大量之外 当我们能够饶恕别人的时候 是证明 更加证明我们得到上帝的饶恕 是更加的证明了我们得到上帝的饶恕 所以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聚会 请问你还有不能饶恕的人吗 你的手还掐着某一个人的脖子吗 你赶快松手吧 因为你不松手的话 神也不会对你松手 何必因小失大 别人不管欠你多少 当给他小费吧 我们一起来祷告 谢谢大家